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联合咪咕报导团前方记者温德鑫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此次奥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场地 武藏野森林综合体育广场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也是迎来了羽毛球的收官之战 在最后的南单决赛当中呢 我们的国语球员陈龙最忠实0比2不敌安赛龙 拿下了奥运会的一枚银牌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成绩之下呢 陈龙来到发布会的时候也跟我们谈到了非常多 包括其实他觉得在这备战的五年当中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在这五年当中他经历了太多失败的比赛 所以呢也遭受到了非常多的质疑 在这些质疑声当中 他更选择相信那些支持他的队友 包括他的家人给他的支持 告诉他你还可以 所以这才得意让他站在了五年之后 今天的奥运赛场上 在谈及他的家人 谈起他的小咖啡的时候 他的脸上是充满了笑意 他也希望在场上的这些表现 能够让他的儿子知道他爸爸非常不错 能够给他的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然他这次也是作为一个老大哥 来带领着一帮自己的弟弟妹妹来参加这一次奥运会 其实我们的小将们的不紧张 也让陈龙在场上的比赛更加的去放松 能够有一个更加良好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在相互的成就 相互的成长 那我们也希望在陈龙进行到这个比赛的阶段之后呢 也希望他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但在谈及他的未来的时候 陈龙跟我们说了三个字叫不确定 因为他只想先暂时的休息一下 最终未来的去向是如何的 他希望在和自己的家人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之后 希望他的家人能够支持他的选择 所以我们也相信陈龙无论是选择 继续在运动员的道路上走下去 或者说是退役 或者说是当教练 我们都尊重他的选择 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位老将会做出他最优的选择 那我们的国瑜比赛呢 至此也就全部落幕了 最终我们拿下了两金四银的这样一个好成绩 从最最开始的不被看好 到最终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相信我与今天 或者说是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 已经算是交上了一个完美的搭卷 当然我们也在这里 祝福我们的国瑜运动员 也希望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在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 我们能见到他们更加精彩的表现 以上是中国体育报业总社 联合咪咕报道团前方记者温德鑫 李翔从现场为您发会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